有时候啊 就在这当中 很多的法僧都回来 然后很多的法僧也出去 很多的法僧也都回来 我曾经讲过 挪威那位十年仁义法师 我有带他去 马哈双年词 带他到所有的宜宙的星际去过 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同盟 带他去过星际 你愿意不愿意站起来 讲一讲 带你去哪里 阿嬷歌翁给他 谢谢师真加持 师真有带我去星河 也有到月河去放灯笼 看莲花灯 还有到日本 看樱花 还有带我去看欧洲的大教堂 还有天上的孔雀园 很多地方 谢谢师真 听主教其实有两个 一个那时候叫做西方教派 西方教派就是意大利的教体 是属于西方教派 天主教有所谓的东方教派 叫教长 那叫教长 东方教派行的名词就叫东正教 西方教派 大部分来讲起来 像土耳其 像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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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现在在做战争的乌克兰 都属于东方正教 都属于东正教 那他们称为东方教 东方教派跟天主教分成两 一个西方教派 就是属于教宗领导的 天主教教庭 他叫皇帝纲 就属于西方教派 东方教派 叫做东方正教 叫做简称东正教 都正教也是天主教 这个安德烈 他曾经到很远的地方去洪华 就是到东方去洪华 很多事情是非常奇妙 你有这种感应也是非常好 这个师尊的法身 是不是天天跟你在一起 也是天天呢 24小时 来带你去看樱花 那是尖六言的樱花 尖六言是日本很大延民的 很有名的花言 很有名的话尖六言 谁去过尖六言 谁去过尖六言 你说去过 很少以前 很漂亮吗 很漂亮 日本很有名的花言 日本的樱花 我比较喜欢香根的樱花 香根的樱花 我父亲的樱花 我父亲的那时候的长官 就是群马献出生的 ラカソネ ラカソネ 是日本宰相 我常常去看那个坎东様 坎东様 日本的坎东様 日本叫坎东様 坎东様 日本语解る 坎东様 讲的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 范琦 刚才enzie 古字 龍嵬 世尊到处去 然后到处也是带 AWK 很多的 他的同盟 師尊帶他們去 甚至於回到天河聖景處 到新城的世界 剛剛他已經講了 天河聖景處他也去過了 來去自由 有來沒來都是一樣的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我們想像的 我說我們去 沒有 我們來也沒有 本來就沒有來去嘛 你還回去哪裡 也有